黃紅館長在今天舉辦了全國借美大賽 包含是民政黨立委黃國昌 新聞市長侯友宜都到場來力挺 不過黃國昌跟侯友宜整場的活動 幾乎是零互動 氣氛有些尷尬 難道侯友宜現在屬意有自己人馬 副市長劉荷然來接棒新北嗎 另外館長也被問到二零二六 會不會支持黃國昌 同樣欲帶爆流 新北市長侯友宜出席網紅館長舉辦的健美大賽 與友宜選新北市長的民眾黨立委黃國昌同框 雖然兩人座位一前一後整場活動零互動 但侯友宜在致辭時不忘提及黃國昌 黃國昌立委屈言他又來 屈言他坐在台上 今天又來了 只是間斷提到黃國昌卻沒有多說 目前侯友宜仍主義由自己的人馬副市長劉荷然接棒新北 尤其先前侯友宜在備詢時透露接班人要熟悉市政 以讓黃國昌能爭取到侯友宜支持的機會越來越小 我覺得侯市長他長期以來一直來支持這個活動 我們大家都樂見 那沒有必要把這樣子一個好的體育活動抹上太多政治的色彩 未來有沒有可能挺黃國昌和友宜沒把話說死留下想像空間 不過怎麼就連一向與民眾黨友好的館長都餘帶保留 黃國昌我知道 我認識 那 市長 那個國民黨那邊到底派誰也不知道 對 人選出來我們再決定 館長政話是在跟黃國昌保持距離嗎 從國會改革法案到廢除考監兩院 黃國昌都與傅昆齊站在一起 被解讀是在爭取國民黨2026里讓新北 到底有沒有機會還得讓子彈再飛一會兒 記得姚家庭王爺的SNG小組 新北財財報道